以便让各方同时扮演发送者和接受者的角色。 这种双重过程在互联网上以最清晰的形式出现。 同时它与所有其他媒体和通信方式有一个重要区别。 因为这些电话,包括手机本身, 它提供了通过电子邮件在大量人员之间进行这种交流的机会。 联系在一起,英特网为他们讨论审视发表不同的意见提供了机会。 而这并不需要任何事前的安排协商和准备。 这句话是关于网络优势。 他可以将所有人连接到一个主题,并给他们一个讨论和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 并且这项工作不需要任何事前准备。 事前安排协商和准备,类似这种构成被称为文字账片组合。 账片组合有两种意义和文字。 账片组合则没有这个功能。 账片组合有两种意义和文字账片组合。 它由半主动、主动、被动将大名字构成。 其受词需要表示现在或将来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文字账片组合的使用在现代科学著作中已变得普遍。 但没有考虑形容词与被形容词的匹配规则。 是文字账片组合。 在普通账片组合中,账字从贫次获得某种性状方面的说明。 比如Kitabul Girae告诉我们这本书是什么书。 文字账片组合则不是。 文字账片组合一般是由半主动名词与被作用词构成的词组。 这时候半主动名词就像动词,其被作用词是该词的主语。 比如Kitabul Girae 文字账片组合也可以是主动、被动和将大名词与其被作用词构成的词组。 被作用词可能是主语、代主语和编语。 目前文字账片组合在使用中常常将正词、泛指、忽略形容词与被形容词应该同指的规则。 如果没有这场数字革命,就不可能在扩大媒体覆盖方面实现这一发展。 我们在扩大媒体覆盖方面实现这一发展。 以及由此产生的规范互联网使用协议的批准。 和计算机在如此广阔地区的普及。 因此媒体过程不再集中在一个机构或有限且已知数量的人或机构手中。 并在制定的时间内发挥其作用的公式。 并向世界各地的所有人开放。 能够讨论、批评、修改、接受或拒绝。 并在这些计算机中。 新媒体以先进的数字技术为指导 每一方都可以发送或接收任何他想要的消息 由此新媒体是多数人与多数人之间的交往 其传播不受任何条件制约 这句话是说新媒体系中随心所欲扩展的传播方式 不存在任何限制和障碍 交往最初在阿拉伯语中很有用 而和交通连接互联收集聚集传达结束通知党 但现在受到外语的影响 其含义扩大到建立关系 书信网栏发送消息等 我明显摄理哈玛耶里 例子如下 这时的多数百内南马度的 我们之间的沟通的桥梁已拉近 美体污染持续不负责的文章充斥报纸 科技时代的社交传播变得广泛而全面 当代德国文艺理论家哈玛·马斯是批判哲学 现代性与传播理论的倡导者之一 这些想法和能力是新信息革命的一部分 这代表了比工业革命更先进的进化阶段 而那些显示的变化 就出现在农业革命费息之上 ولكن如果看了变化阶段 但是即便工业革命能大规模的生产 成千上万个同样类型的产品 却无法使每一件产品具有与众不同的品质 但如果技术工业革命成功 并实现相同和相似零件的大规模的快速生产 那么不可能赋予每件作品 以区别于其他作品的特殊特征或功能 它的意思是整体的一部分 它有很多现代意义例子如下 它为即将上显的好莱坞电影制作 约150件珠宝 房间里有几件家具 文本提到在石关岛上发现了许多样笔 但没有具体说明它的日期或数量 是片块件的意思 可大可小 文中的意思是件即产品 电脑的硬件和软件也用正词 所观星的里面 dramatically 고�核突